大家好,我是子墨 那么如何讲好一堂公开课呢 是我们很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熟悉我的人可能会知道 我在14年就开始进行线上的一个授课 可能很多人会说 子墨,你讲课讲得挺好的 实际上在我刚开始在授课的过程中 我完全是在靠本能 所以有些时候我就会发现 有些时候上公开课 讲得比较好,学员比较满意 转化率比较高 但是有些时候呢,讲的就没有那么好 转化率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在后来的过程中 我就不断的去总结经验 我才发现实际上讲好一堂公开课 它是有方法有套路的 只要你按照这个套路去讲 然后你的公开课就不会出现一些大的问题 所以我把它叫成了 总结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黄金期环 所以今天呢,我重点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公开课 你怎么去把这个黄金期环把它用好 这样的话,你才能讲好一堂高质量的一个公开课 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黄金期环里面它是分为七个知识点 这七个知识点也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公开课中的一个七个环节 当然真正的你想把一堂公开课再做细的话 每个环节实际上里面还会包包含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点 这会在我们后面的课中给大家逐步的去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给大家去讲透 今天呢,我先给大家把整个的一个环节给大家先普及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看第一个环节 预热环节 我们很多老师经常在讲课的时候会紧张,对吧 比如说我进去之后,前几分钟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场 这是很正常的问题 因为所有的讲师在刚开始在讲课的时候 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 你都会面临一个紧张的问题 所以怎么办呢 你这时候要提前进入到教室 先跟你的学员进行一个互动 也就是说课程没有开始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先聊聊天 我们说聊天的目的是什么 聊天的目的核心点是 你让学员先基础的先了解你,先认识你 然后呢,释放一下你紧张的这种情绪 比如说你可以给学员去说 OK,大家好啊 大家来的这么早 我们先聊一下 大家是做什么的 或者是说大家都为什么过来听课呀 比如说他们是做电商的 OK,大家在做电商的过程中 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大家可以说一下 我们在没开课之前 我们先简单先聊一下 对吧 你通过这种方式 先跟大家建立一个初步的一个吸人度 实际上你会发现在线下在授课的时候 也经常会用这种方式 有经验的老师 他在授课的时候 怎么办呢 他先会提前进入到这个会场 进入到这个会场之后 他先会去跟一些人去打打招呼啊 聊聊天呀 目的是什么 哎,我跟你们很多人都不认识 我要先跟你们几个人先熟悉一下 当我们跟你熟悉完了之后 比方说我们一块抽锅烟聊会天 然后我在开场的时候 一旦我紧张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目光放在你刚才跟他聊天的那个身上 而且是当你去有一些提问的时候 因为那个人跟你认识了 所以他可能会更积极更主动一点 这样的话可以释放 我们说释放老师的一个压力 这就是一些技巧 所以这第一个点叫预热环节 老师一定要知道 提前进去之后 在没讲课之前 先要给学员进行一个互动 活跃 第二个点叫建立破道 我们说什么叫建立破道呢 建立破道就是 你要在开场的时候 一定要把全场的焦点放在你的身上 我们线上经常会遇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根本不清楚远程的同学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可能一边听的课 一边刷微博或者刷抖音 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你不把他们的焦点放在你的身上的话 放在你的课程身上的话 他们很容易我们说过一会就不听了 或者听着感觉没意思就走了 所以我们第二个重点就是 你要在短时间之内 一定要OK 我建立一个破道 我先把他们的焦点把它放在我身上 我在之前的课程中反复不断的给大家去讲 怎么样才能去让学员把焦点放在课程里面呢 你开场讲的一番话 一定是跟他们有关系 这样的话 他们才会把焦点放在你的课程身上 比如说你可以去提问 OK在座的各位想实现财富自由的来打个一 在座的各位十年之内 比如说你想实现你自己的一个 现在自己的一个梦想的来打个二 你用这种提问的方式 很多人就会觉得在跟我说话 对不对 或者说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最近啊 我们很多人都越来越焦虑 然后我们经常会发刷微博刷抖音 但是有没有发现当你焦虑去刷这些抖音刷一些微博的时候 你反而会更加焦虑了 那么怎么去解决我们现在这种焦虑的状态呢 大家想不想知道 当你去说跟用户相关的一些痛点的时候 这个用户的焦点才会放在你的客户身上 所以说建立破道的核心点是 你要在短时间之内通过几句话 迅速让学员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 我们是接第二个叫建立破道 当你建立完破道之后 把学员的注意力吸引到你的客户身上之后 这时候你才能做自我介绍 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哎呀我在开场的时候 我要做一个自我介绍 比如说大家好 我是谁谁我我有什么什么经验 感谢大家给我这么一次 就给大家做的分享 五分钟过去了 大家一定要试想一下 当你去听这个人自我自我介绍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老师你还不认识 他自我介绍还不算特别出彩的话 你根本没有吸引去听下去 因为这个人的自我介绍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所以在前五分钟之内 这黄金时间 你不要去做自我介绍 所以说我们说你要先建立破道 当你去把学员的注意力吸引到你身上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才会到第三个环节 叫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的作用是什么 自我介绍的作用是展现的价值 证明我有能力跟你讲这堂课 证明一下 OK你们通过我 你们可以学到东西 我是可以做人的老师的 我们说这叫证明你的价值 OK 当你介绍完自我介绍之后 这时候你才会进入到第四个环节 也叫课程大纲也就说我做完自我介绍之后 我要给同学们去说 OK那么今天的我们的课程呢 会分为以下三个点 OK我们先看这是第一第一点什么什么第二点什么什么第三点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是这叫课程大纲啊 然后说课程大纲的时候你还要再说 那么以上三点我会通过4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去讲完 然后呢在课程结束之后 我会给大家留出20分钟的时间来进行答疑 所以在课程中有问题的同学 大家在答疑时间啊 统一来提问好不好 好的话来打个一 这里面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规定一个时间 因为我们很人都是怕未知的东西 如果是他不知道你什么时间能够讲完这三个点的话 OK当他听到第一个点的时候有问题 他就立马就回问 所以当你告诉他 我会在40分钟之内给大家讲解完 他就知道了 那我就等会儿呗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才不能不会被右侧的一些公平 包括学员的一些问题会打断掉 第二 我们为什么会说我会给大家留出20分钟时间来答疑呢 就是你告诉他了 我没有答疑 所以你不用着急嘛 对不对 然后你还会告诉他 实际上这就我们说 这个两个点实际上是做了一个约定 因为你问了 OK同意的来打个一 对吧 我们说这就等于是做了一个约定 当你做完这个约定之后 很多人他就会遵守他的承诺嘛 那我就认真听就好了 我有问题 我二我四分钟以后我就开始问了 反正老师也会给我时间进行一个答疑 所以第四点在讲课中大纲的时候 我们会这么去说 OK 第五个点叫内容讲述 内容讲述环境实际上是我们公开课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说这个内容讲述环节 不是让你去单纯的去讲一个技术点 比如说如何去过新手期 比如说SU 如何去选关键词 比如说淘宝 直通车 如何去选词 我们不是让你去单纯的去讲一个技术点 我们很多的一些公开课老师在这就出问题了 他去单纯的去讲技术点了 一个指点 再一个指点 再一个指点 然后下课了 我们公开课核心点是让这个学员对你产生吸引人 从而是学习我们的课程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我们人实际上是经常啊 经常我们说会处于两种状态 其中一种状态我们说叫理性状态 一种状态叫感性状态 你在不同的场景下 你这两种状态随时可以调换的 比如说 如果是说啊 有一个卖保险的过来找一张 他跟你说我这个里面多好多好多好 你会发现你立马就会出于一个理性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当你出于一个理性的状态的时候 你大脑在分析在判断 你不可能去下单 就很难去下单 我们说什么情况下才能够下单呢 一定是让这个人出于感性的状态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很多人听歌看电影 对不对 比方说你在APP里面听一首歌 或者看上电影 再提示你要交费 比方交两块交五块 你会你大脑里面会判断吗 对不对 我会你会判断吗 哇 交交还是不交 你的大脑里面感性的东西 我们说情感那个那个东西 他就会出来 他会告诉你 这首歌是我特别想听的 一定要花钱 所以你会发现你情感的部分基本都会占上风 当你情感的部分占上风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产生一个冲动消费 那我就瞎花钱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内容讲述环节 核心点是要学会去打造你的情感调动的一个环节 我怎么说什么样的一个话 我讲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我怎么去讲我的个人故事 我能够让人的这种情感然后跟着我的节奏去走 最后让他们形成一个我们说冲动的一个消费 买我们的一个课程 我们说这叫内容讲述环节 OK 第六答疑转化 答疑转化 我们很多人老是没有经验的话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学员问什么 我说什么 学员不问了 我们也就不说了 答疑转化 什么叫答疑转化呢 答疑转化不是光答疑 答疑的目的是为了是转化这个学员 或者说让让这个人更认可你 所以怎么办呢 当有一个人问你问题的时候 首先你不要先去他问你 你就给他回答一个A是怎么回事 而说你要跟他沟通一下 比如说同学你做这个多长时间了 对吧 他说完了之后 然后你再给他说一个结果 说完这个结果之后 你要说什么呢 你说 我相信你啊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棒 我相信你有可能会做的会更好 你要会激励他 或者说有人会问你 哎老师这个我这个讲师培训我到底能不能学会呢 你不要说会还是不会啊 而是你会告诉他 你说我们有很多同学刚开始也会问你一样的问题 但是当他们学完之后 他们会发现他们的人生发生了不一样的一个变化 他们从之前一个月比如说收入很低 现在一个月可能做到收入几万块钱啊 低点的可能是大几千到一万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啊 你不会比他们笨 你用这种方式答疑也答疑了 但是你核心点是在转化他们 你让他们听到还挺舒服 然后你再补一句 我相信你也能做的很好 你可能自己在努力的话 做的比他们还要好 我们说这叫答疑转化 所以这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不要直接去恢复学员的问题 而是说你要去引导他一下 然后你再回来再鼓励他一下 这样的话转化率才会很高 第七叫激励啊 我们说为什么答疑转化来要激励呢 我们所有人一定要清楚一个东西 不管是你在线下讲会销 还是说你在线上讲课程 千万不要以答疑收尾 因为我们在第五阶段内容讲述阶段的时候 你要学着去把学员的积极性给他调动起来 对不对 当你把学员的那种感性的东西调动起来的时候 莫为设一个答疑环节 你答疑环节的话 他们的整个的一个感性的东西又出来了 对不对 情感的部分就会降低 所以当你去用答疑转化作为结尾的时候 你会发现整个的会场 或者是整个的一个课室 气场立马就下来 气场下来的话 你很难在我们说你在这个环境中把它转化掉 所以我们说第七叫激励是什么 就是我知道我在答疑环节过程中可能气场已经下来了 所以在第七激励环节末尾的环境 我要激励他们 我要重新把它的整个气场把它调动起来 你这样的话 虽然才能够真正的形成一个买单 比如说在激励环节可以说 OK 刚才通过一个小时的分享 包括答疑 我相信我的分享已经让大家有一些收获 虽然说 如果虽然说 这个分享可能没有解决其他人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没有让你学习更多 但是我相信以后大家跟着我学习 可能会学的会 会把你的疑问全部会解决掉 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说一个东西 你说我之前有个学员 跟着我学习 他们刚开始也是有一个什么都不会 然后现在变变变变的 通过自己的一个努力 做得越来越好 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 也肯定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然后就激励他们 当你用这种激励的话的时候 他们内心的话 他们才会那种冲动的那种感性的东西 才会再次爆发 然后我们说最后才能形成一个转化 包括很多人一冲动 老师你这课程多少钱 对不对 然后你把钱告诉他 他可能就直接就付款了 所以说这是我们黄金七环七个环节 那么从我们这次课程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实战演练的一个环节 我们会把这里面的每一个环节都会进行一个演练 所以各位同学加油 好吧 嗯 感谢观看